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下面两种策略 第一种是Identity,第二种是Sequence Identity非常简单 如果你确定你将来用的数据库就是支持Identity的 比如说SequelServer,比如说MySequel 你根本就不想说用那种支持Sequence的数据库 那这时候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具体的策略 这个策略怎么指定呢 这个策略得这么来指定 就GenerativeValue里面呢有一个属性可以指定 我怀疑是因为我MyEclipse的版本太低 所以它不给我提示 如果你MyEclipse的版本比较高的话 这个地儿应该会给你提示 它里面有哪些属性可以设 这里就会给提示了 不过呢就算它不给提示的关系也不大 不给提示我们可以去查什么呀 文档就是了是吧 看这里这里有一个叫Strategy策略 Strategy策略策略等于什么呢 你看这策略什么类型呢 GenerationType的类型 这是什么类型呢 看看啊这个GenerationType 这个GenerationType是一个什么类型 Enumeration是吧 所以它里面有这么几个取值 指定就行了 Strategy等于GenerationType.Identity 当然你要把它引入进来 好了 这样子的话呢就具体指定了 我这个ID生成的策略 就是使用Identity 当然如果你用这种策略的话 同学们告诉我 在Oracle数据库里面能用吗 用不了 所以这种的只能用在MySQL 或者是SQL Server 支持Identity的数据库里面 其他的数据库用不了 实验请自己做 没问题吧 这个太简单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 就是使用Sequence 当然这个就更简单了 直接写什么呀 .Sequence 可以了 不过你用Sequence做实验 得把数据库 转换成为 调整到Oracle上去 不然你做不了这实验 TroV TroX TroV 保存 转换到Oracle上去呢 你就把那些表和 Sequence先删掉 Job掉 表也Job掉 刷新一下 跟这Drop 还不如用命令行呢 你们喜欢用图形界变 还是喜欢用命令行 如果您想成为一个伪高手 一定要在别人面前使用命令行 这样的话菜鸟就会认为你是高手 起码菜鸟会这么认为 当然真正的高手是不拘一格的 他完成功能就行了 原理他很清楚 用命令好像还是用这个无所谓的事 所以呢他不会认为你是高手 但是对于菜鸟来说 他一看命令跟那敲的劈里啪啦的乱飞 然后一回车锅呢 所有的操作全都完成了 哎呀高手啊 呃实验一下 tester teacher 7 run as the only test 看他帮我生成的 他首先呢生成了student表 接下来生成了teacher表 然后呢生成了一个sequence hypernet sequence 没问题吧 然后往里插值的时候呢 哦我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的都执行了 所以两个方法都运行了 student表里面往里插值的时候 取了sequence的值 hypernet这个这个 teacher表里面往里插值的时候 也取了sequence的值 是吧对吗 但这里头就有点别扭的地方 你发现了吗 啊你不认为这样很别扭吗 别扭在哪里 没错啊 你们说的很对 两张表共用了同一个sequence 其实呢这个是无所谓的 为什么呀 因为sequence呢 咱们说这个主件 说白了就是一个唯一的值 是吧 至于它事己有关系吗 没关系 无所谓的事 所以呢 共用一个也没什么关系 只要保证不重复就完了 如果你非得觉得这种很别扭 也有办法 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指定 它到底生成具体的sequence的名字叫什么 但这个就稍微麻烦一些 来我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这里就要用到另外一个注解了 到teacher里面 用到另外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叫 这个注解呢叫 这个注解叫 我们查一下API文导 查API也可以 查 这个也可以 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叫什么呢 叫sequence generator 这个注解 当然API也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里 back回去 back回去 看这里 它说呢 当你指定一个策略的时候 就是ID的生成策略 可以指定为sequence 指定好这个策略之后呢 你还可以指定你到底用哪一个具体的自定义的生成器 来帮你生成 而生成器呢有两种 第一种叫sequence generator 第二种叫table generator table generator是最复杂的 当然用处也不大其实 一会儿我们再讲 sequence generator 下面我就给大家解释 如果你刚才没听懂这段话 看老师的实验就行了 sequence generator 那么它里面呢有几个属性 看这里 最主要的属性是name等于什么 还有呢 sequence name等于什么 当你看到这个属性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我可以指定什么呀 sequence的值 name等于 注意 这个name指的是 这个生成器的名字是什么 听明白了吧 我再说一遍 说的是这个生成器的名字是什么 最简单的写 我就叫它 teacher sequence 好了 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sequence name 看这里 指定一下 如果它有两个属性 用逗号隔开就行了 sequence name 等于 这里指的是 真正生成到数据库之后 数据库里面那个sequence 那个对象的名字是什么 听明白了 对吗 这两个名字可以起成一样 但是为了让你区分起见 我在这里加一个下滑线写DB 表示这是数据库里面的名字 好 看我们屏幕 当你在这里写了generated generated value 写了它的策略是sequence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第二个参数 generator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里定义的generator的名字 等于teacher sequence 好 再说一遍这个逻辑 这逻辑是这样的 当hybridant为你生成表的时候 他发现呢 你这里用的是sequence 这样的一个策略 然后呢 他发现你用的generator是谁呢 叫teacher sequence 他就找 有没有一个叫teacher sequence的generator 他找到了 在这里 所以这个名字是用来标识它的 是吧 听明白 那行 他找到了它之后呢 他发现参数sequence name 指定的名字叫teacher sequence db 那好 他就会为你在数据库里面生成一个叫teacher sequence db的sequence 这样的话呢 我的这个teacher表永远用的就是这个sequence了 如果有别的表 那你再起一个别的名字就是了 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把teacher表给job掉 起一个 呃 common window吧 job table teacher job sequence 叫什么呀 hybridant sequence student我就不job了 好吧 来 我们俩再来重新运行一下 运行 student save有问题 违反唯一运输条件 因为那个sequence被我job掉了是吧 我先不执行 直接执行teacher save 应该已经帮我生成了 这里应该是已经帮我生成了 看这里 select teacher sequence db 是不是已经帮我生成了sequence了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帮我生成了 这你自己看就是了 这个sequence一定已经有了 sequences 刷新 看到了吧 tater sequence db 所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 如果你使用sequence的话 可以自定义sequence的名字 怎么定义啊 首先 你需要在 注意啊 这时候是加在类上面的 是加在class上面的 这样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 声明了一个sequence generator sequence的生成器 给这个sequence生成器起了个名字 给生成的sequence起了个名 如果你一想用sequence的生成策略 只明白它的策略是sequence 再只明白我要用哪个生成器就行了 也不难 比较简单 好 请大家动手做实验 谢谢大家